主料,鸡蛋一个,面条300克,火腿长100克,蔬菜50克,番茄50克,四季豆100克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所有材料,四季豆是昨天剩下的,把番茄,火腿长,蒙古切小备用,锅中先放油,接着放入鸡蛋翻炒,鸡蛋炒好后, 放入煎好的火腿长,担鸡和蘑菇,接着放入四季豆,然后加水烧开,水开后放入蔬菜,接着放入面条,面条熟了就放也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水别放太多,等它烧出香味了再放蔬菜的面条,里面的蔬菜可以化成其他蔬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